好 電競王子的胡玉堂 玉堂先生你好 晚安 明娟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晚安 是 今天其實早上有些相關股表現得還蠻整齊的 但是開始包括PA 散熱有幾檔 有一點點在尾盤落對 對 沒有錯 應該這麼講 應該我們以剛剛談到散熱操縱為例 今天的盤中高是290元 這個股價是創下近期的波段性高 在今天就我的關盤 稍微有看到一些在這一波的一些產業族群的陸隊長 類似像操縱有點獲利的回土賣壓 甚至是說在個股的表現上 相對比較溫吞一點 而不是說這個族群轉落 而是由其他同族群的個股做接棒 在上禮拜四股市現場 我跟各位談到散熱當中 也算是一檔業績不錯的 算是進步的基優生 叫建準 你看建準在今天表現是比操縱強勢 因為第一個當然它七月營收成長 但是最大的優勢是它未接夠低 因為你看建準在起漲之前 這個股價還一度有點要破底的味道 但是公布出來七月營收很好 這種在底部的個股 一旦它的七月營收是優於市場上的預期 它的彈升的速度很嚇人 尤其你看建準 如果以這過去三個交易日來看 是連三根的一個漲停 當然今天漲停又說打開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就是 短線攻高的氣勢很強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業績面 然後去配合位階 我覺得一併做考量 在這一波的一個勝率會比較來的高 我們在掃描 剛剛在七月營收公布出來 在低位階反彈的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然後搭載著遊戲機旺季題材的像是2436的偽權店 因為偽權店在公布出來的這個 七月營收 這個目前的一個成績算不錯 因為在創下了11月的新高 你可以看到在偽權店的一個部分 它在任天堂的這個USB PD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拉貨的部分 這Power Deliver的一個部分 應該有機會在第三季出現比較明顯的增長 因為我們之前聊到任天堂的一個產品 在9月份 預計9月份會有兩款的產品推出 尤其這一次在中國大陸 它是跟這個騰訊合作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市場的一個 銷售的一個狀況 應該會有進一步的成長 所以從偽權店 在公司派也釋出來 要實施庫廠股 就在上禮拜宣布要買回3000張 我覺得這個短線上對於股價上 當然也是一個比較強力的支撐 再來你看到也算是營收成長的一個進步的 2359的索羅門 索羅門的這個7月營收 這個月增的幅度蠻嚇人的 是高達70% 年增17% 那這個月的一個跳增 我認為來自於在機器人產品當中 在3D視覺的一些感測系統 畢竟它跟多家的機器人廠商 都有陸續做一些合作性的一個推出 所以以索羅門來看 很清楚可以發現 目前的日K也是拉出聯市 那位階就呼應剛剛所談到的 在上禮拜還一度來到波段低18.6元 不過當天收了一個吞噬型態的一個轉多K棒 連續性的一個上工 所以第一個我們從營收的角度 再配合各股的位階去做一個參考 其實慢慢可以秀出來 這些低檔股的補檔的空間 其實還是蠻強的 再來去觀察 在產業面來看 我們上次講到 跟國際面做連動的話 在美股目前科技股 在上週表現最亮眼就是MD MD因為它的一個新的 這個Epic的一個處理器 在伺服器的一個產品的部分 獲得Google跟Twitter的一個採用 這一部分代表說 過去在伺服器領域端 由英特爾所稱霸的局面 AMD已經步步逼近 整個市占率是有機會 在未來這一兩年再攀高 所以你看AMD的一些指標性的個股 像是聯茂 當然聯茂今天有點開高 這個做壓回 這就呼籲我們剛剛談到的 聯茂是這一波在AMD當中的強勢領長股 今天反而有點長不太動 3653的建設也是 今天盤中開盤來到151.5 結果現在尾盤來到金低1.2 但這兩檔個股 我們看到K線形態如出一側 都是今年已經大漲一波 而且股價創波段高的 不過你可以發現資金往哪裡跑 同樣在AMD的一個供應鏈當中的 翔碩今天反而比較強 你看翔碩在過去兩週 股價沒有漲到 在520 540這個區間做整理 今天反而資金有點高出低進 我所謂的高在比較高位階 同族群的個股有點做徹底 你在看到像是2376的技嘉 技嘉今天也是在AMD的一個合作夥伴當中 供應鏈表現比較強的 今天也算是帶量的一根長紅 把所有的均線反壓做突破 因為技嘉前一波反而還先破底之後 打了一個小底才出來 所以他們的位階 跟其他AMD的一些供應鏈的個股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會界定說 現在市場上的資金 從我們上週也陸續追蹤到 這種當初的佔比都蠻高 高達三成 代表投資人還是有這個比較 戒勝恐懼 雖然台股這一波已經算是 打出了一個小底反彈 已經有指紋的味道 但是市場上的信心還沒有完全恢復 所以第一個當沖量會大 第二個在資金的流向 在一些創高股 有時候跑的速度也快 不過如果以這個多頭的火種 我剛剛聊到的 產業面整個族群 比如說散熱伺服器AMD 相關這些個股 它還是有多頭火種 在這邊點火的話 我覺得它會做一個 比較良性的輪動 OK 所以指數 也就在平盤附近震盪 還是個別股 對 沒有多 非常感謝 玉堂跟大家進電話連線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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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